2012年的一个深夜,洛阳警方接到了一通奇怪的电话,这立刻引起了众人的警觉。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,她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对警察说,"喂,110吗?求求你们救救我。我现在有危险,求求你们救救我。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意识到,这名女子很有可能是遇见问题了,但是或许是她太激动了,便想着安慰安慰她。 小姑娘,没事的,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?你在哪里遇到了什么问题呢?"女孩的声音更加急促了,只听见她声音颤抖地说道,"我刚刚从一个地下室里逃出来,但是那里面还有很多姐妹,我也随时有可能被抓回去,求求你们了,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们呀。 对不起,你可以告诉我们,你说的这个地下室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吗?你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派出所,去那里暂时待着,不会有人伤害你的。我们警方的工作人员也会跟你联系的。 工作人员听到女孩描述的情况,感觉到事情很严重。她的语调也变得急促了起来,一边安抚女孩的情绪,一边继续询问准确的地址。 洛阳凯旋东路警服院小区,那里有一个地下室,女孩说着便挂断了电话。接完电话以后,洛阳市警方立刻组织人手,对整个洛阳市警服院小区展开地毯式的搜索。 结果,他们真的找到了一个地下室,里面的景象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镜。 那么,这个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? 先前报警的那个女孩和这些地下室里的姐妹们,又是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呢? 这起案件的结果最终会走向何方? 本集的视频即将开始,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 当时,洛阳市公安局的李伟作为带队民警第一个进入地下室,即便是老李已经拥有了20多年的办案经验,如今回想起地下室里的场景,他依旧感到心有余悸。 我们顺着梯子往下爬,整个地下室大概有四五米深吧,我们见到里面的三个女孩,她们面容憔悴,恋爱无神。 看到我们公安民警从梯子上爬下来第一反应也不是高兴,而是有一点恍惚。 这足以见得,他们遭受非人的虐待已经很久了。 女孩们被解救出来以后,民警先是带他们到派出所做笔录,毕竟他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,对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很了解的。 如今需要锁定并且成功抓住犯罪嫌疑人,这些姑娘们无疑是相当关键的。 根据姑娘们的描述,绑架他们的男人名叫李浩,长得一副老实芭蕉的模样,完全不像是一个坏人。 而且,据说他过去还当过基层公务员,很熟悉警方和政府部门的调查方法和办事手段。 他先后把六个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女孩囚禁在地下室里,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授予, 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在网上通过色情直播来谋取利益。 如果被抓来的女孩稍有不从,他就会对他们拳脚相加,动不动就给他们饿上好几顿。 这些女孩对于李浩而言完全就是工具一般的存在。 听了几个女孩的描述,犯案民警彻底怒了。 这都已经21世纪了,为何还会有如此丧心病狂的案件发生呢? 是可忍,孰不可忍,于是根据前方发回到侦查情报,警方立刻锁定了李浩的位置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这个李浩居然是一个家庭生活无比幸福的男人。 妻子平时对他体贴入围,他也在外面长期经营着一些正经买卖。 没想到,一张人皮之下居然藏着一颗野兽的心脏。 最后,洛阳警方进入李浩的家里将他逮捕。 看见警察拿着逮捕令进了家门,李浩也马上反应过来了。 他非常配合地让民警给自己戴上手铐,只留下可怜的妻子站在一旁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根据李浩的交代,他原先是一个基层公务员,本来单位的工作非常体面,加上又很受领导的器重。 同事们都觉得李浩的前途一片光明,李浩自己也相信只要努力工作,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的。 但是,一次高中同学的私下聚会把李浩的梦想打击得粉碎。 眼看着过去的老同学们一个个都靠着做生意赚了大钱。 同学聚会上一个个穿金带银,名酒豪车地互相往来。 这让他这个每个月只有小几千块钱工资的公务员很不爽。 于是,他也动起了辞职去经商的想法。 李浩觉得自己过去在高中阶段好歹也是班里的优等生。 后来考上了大学,毕业以后又直接考上了公务员单位。 光是这一点就让后来的朋友们羡慕不已。 如果自己此时选择下海经商,也一定会像老同学们一样大赚一笔。 然后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附加翁,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。 但是,就像是所有失败的创业者一样,李浩只看到了光明的市场前景,却无法正视自己在个人能力上的缺陷。 加上长期在体制内的单位里按部就班的工作和上班,他对社会上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经济风向都缺乏准确的把握和判断。 刚刚创业没有几年,李浩只把从单位带出来的那么一点工资赔了个精光,不光把自己的钱搭进去了,眼下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。 这时候,妻子依旧陪伴在李浩的身边,给予他鼓励和安慰,希望他另外寻找别的途径,发家致富。 本来,妻子的鼓励是正向积极的,谁知道李浩竟然脑筋一歪,搭起了坏主意。 有一次,李浩无意中点开了朋友分享的一个网站,他发现这个网站表面上打着直播平台的幌子,里面的内容却一个比一个大尺度,这分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黄色网站吗? 不过,李浩在自己看得津津有味的同时,也琢磨起了靠这个赚钱的办法。 他想着,能不能自己招募一些主播,然后在这些平台上直播牟利呢? 很快,他就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经常去的几个酒发和夜店,在这里面寻找有一些姿色的女孩,然后再通过欺骗、诱惑等多种手段把她们带到自己先前建好的地下室里,再把外面的铁门一关,这里就成了一个名不其实的奴隶基地了。 在开始这个计划之前,李浩就进行了细致的安排,他先是花钱在警服院小区挖了一个地下室,这里说是地下室,但是各种条件十分简陋,完全就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地下牢房。 为了防止将来被抓过来的女孩们逃跑,李浩还给地下室安装了铁门和铁栅栏,墙壁也相当坚硬,保证几个弱女子从里面是完全打不开的,而且这个地下室只有一条简单的梯子通向外面。 而开启地下室的钥匙只有一把,还始终被握在李浩的手上。 李浩不断在洛阳市的各大酒吧里寻找合适的目标,然后以一个帅气成熟,事业有成的形象去接近这些女孩。 并且告诉他们自己手上现在有一个做网络直播的项目,非常赚钱,我看你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,要不要一起去试一试呀。 一听说可以赚钱,这些女孩们当然是一百个答应,但是去了以后, 他们才发现,自己不过就是李浩本人的赚钱工具和性奴隶。 刚开始的时候,还有一些女孩极力反抗,想要逃离魔窟,但是李浩威胁她们如果跑出去,这些直播的内容就会被公开,而她们如果逃脱失败,后果可想而知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很多女孩都成为了李浩的坚定支持者, 她们不光用色情直播,非法性交易等多种手段帮李浩连财,甚至还会主动叫李浩老公和主人。 对于其他没有屈服或者试图逃跑的女孩进行拳打脚踢和残忍的虐待。 2011年,李浩接到了一个客户的订单,对方要她带着人去家里给自己提供服务。 于是,李浩抓出了刚刚被拐来不久的年轻女孩小林,希望用她来好好赚一笔。 结果,小林表面上顺踪她,心里却早就想好了一个逃跑计划。 小林心里觉得大不了就是逃跑失败,于死网破,反正自己都已经这样了,也没什么更加值得害怕的了。 果然,趁着服务的间隙,小林推说自己要上厕所,然后顺利翻墙逃脱。 在路上,小林找到了一个好心的路人,用她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。 这起令人发指的非法囚禁案才得以暴露在阳光之下。 最终,李浩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公认不愧。 法院认为,李浩的犯罪情节十分严重,犯罪手段毫无人性,令人发指,故判处李浩死刑立即执行。 至此,这起在当年震惊全国的洛阳性母案才终于搞破,犯罪嫌疑人李浩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 在这里,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,平时出门在外,不要轻易相信任何陌生人的话语。 无论走到哪里,保护好自己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毕竟,人的生命和自由都是无比珍贵的,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权利,让我们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,同时也警惕身边的每一份危险。